哈喽大家好 我是长辈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 是荣耀威时的开箱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纯蓝色的盒子 拆开之后呢 手机 这是手机壳 Supercharge 快充 荣耀威时整体机身 握起来感觉比较修长 5.99英寸的屏幕 拥有着5.5寸的握持感 正面呢是非常惊艳的 18比9全面屏 在手机额头和下巴 都很窄的情况下 居然还能够放置前置指纹识别 屏幕的四角都做成了圆角的形状 使手机看起来更加有亲和力 更加的圆润 背部是萌萌的 看起来像小包那两只眼睛的 2000万AI变焦双摄 手机承理器呢 用上了最新的10纳米工艺的 麒麟970 对于普通人来讲 这些高分的技术 我们不是那么好的理解 不过没关系 用两根手指长按屏幕 就可以弹出信息卡片 我们选择的词条呢 是麒麟970 所有麒麟970的相关信息 就都出来了 这是EMUI8.0的最新功能 智能视频 不管你是在对话界面 新闻应用 或者是网页 双指长按文本 智能时评 为你提供关键字的快速搜索 麒麟970除了运算能力 CPU和图形处理能力 GPU的提升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加持了一个叫做NPU的东西 主要为AI数据处理服务的它呢 相较于四个A73核心 提升了50倍能效和25倍性能 加持了麒麟970的荣耀V10的相机上 相机可以自动识别出 人像 美食 猫 狗 等场景类别 现在让我们来试一试 识别食物 识别蔬菜 识别文档 识别人像 这里出现了一只 狗鱼猫咪的小标石 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呢 这都要归功于麒麟970的NPU芯片 已经学习了数百万张图片 才能具备如此一双火眼金睛 要学习这么多东西 真是又佩服又心疼它呢 现在让我们来体验一下 前置1300万摄像头的 AI人像模式自拍吧 然后我们会发现 手机里的智能推荐更加懂你了 语音助手也变得更加智能 设置下午2点到3点免打扰 老板除外 好的 每周二下午2点 只下午3点拍取免打扰 让允许老板打扰 其实因为是个游戏爱好者 现在就让我们用王者容量测试一下吧 全屏幕更大看得比 比别人更多 好 人老没使得开箱 走到这里吧 大家再见 拜拜